哈喽,大家好,我是浦尔文 之前有简单的给大家介绍过一期关于浦尔熟茶的等级区分 后来很多的茶友问我关于熟茶的发酵工艺问题 今天我们这一期视频就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浦尔熟茶的传统锅堆发酵工艺 以及现在比较流行的竹框离地发酵 熟茶发酵是一项不折不扣的技术活 在发酵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自然界中的微生物 因而发酵的场所、空气中的温湿度、潮水、翻堆、开钩等程序的时间都没有十分的标准可循 一切都是看发酵师傅的经验以及技术 现在我们再来讲一讲传统的熟茶窝堆发酵工艺的流程 第一就是选地 选什么样的场地发酵 对于发酵是十分重要的 以前一般来说都是在水泥地板上 或者是用水泥瓷砖气的发酵池来发酵熟茶 因为水泥地板它有很好的吸水性 现在很多的茶区为了考虑更加的卫生 会采取离地发酵的方式 就是在离地面几公分的地方铺上一块有无数小孔的不锈钢板 然后在不锈钢板上进行发酵熟茶 第二步就是堆茶 把原料堆成50到70厘米左右的高度 进行发酵的准备 第三步就是撒水 在堆好的茶上面撒水 一般我们蒙海地区是会抽取地下水来进行发酵 因为蒙海地区的水多为酸性 考虑它这种酸碱度 而且蒙海地区的井水也是比较清澈甘甜 所以也构成了蒙海熟茶的这种优势 第四步翻堆 茶堆撒上水之后 盖上发酵布 使茶堆的温度上升 一般堆温是在50到65度之间 大约两周的时候要进行第一次的翻堆 使这个茶堆的温度不要超过65度 接下来的每一周都要进行翻一次堆 在翻堆的过程中还要进行解块 就是解散结团的茶块 如果温度过高 翻堆不及时就会导致烧堆 使这个茶叶碳化变黑 也造成发酵失败 第五步开钢 茶堆经过几次翻堆之后高度降低 第三十五天左右的时候 茶堆的温度在35度左右 这个时候就要进行开钢 使茶叶冷却并且干燥 然后在后面的两到三天都要开一次钢 而且还要交叉的去进行开钢 这样可以使茶叶的含水量低于14% 第五步养茶 就是在开钢干燥好这个茶堆以后 再放置一周左右 大约在45天左右的时间就得到了 窝堆发酵后的茅茶手茶 这个就是最传统的熟茶窝堆发酵工艺 现在为了解决这种传统的窝堆发酵工艺 带来的一些缺点 以及满足一些少量的发酵需求 所以现在又非常流行 竹框离地发酵 竹框离地发酵 就是用一个非常大的竹框 来进行发酵手茶 一般像这种大的竹框 一次性发酵原料 一个框只能装两三百公斤左右的原料 进行发酵 我今天拿了两款不同发酵方式 发酵出来的手茶来进行对比 等一下简单地给大家讲一讲 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左边的这一个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竹框离地发酵 右边的这一个是传统的发酵工艺发酵的手茶 从茶汤的对比来看 右边这个少量的竹框发酵的手茶 会比左边这个传统大堆发酵的手茶 汤色更清亮一些 这边的竹框发酵的手茶 这边的这个竹框发酵的手茶 从这两款手茶的口感对比来看 这个竹框发酵的手茶 会比这个传统大堆发酵的手茶 水味更轻 而且它的这种水路更细 滑度甜度会比这个好很多 当然这两款手茶的原料是不同的 这个竹框发酵的是用的古术原料 少量发酵 这边的传统大堆发酵 用的是蒙海的小树茶发酵的 所以这两款茶在口感上的一些区别 不能说是因为工艺所造成的 当然这不同的工艺对手茶发酵的口感 肯定是有所区别的 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发酵方式 其实也有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像这种竹框发酵 因为它一次性发酵的量不会特别大 不像这种传统的大堆发酵 可以达到几十吨甚至上百吨 所以可能这种发酵方式 不能满足某些大厂的市场需求 其次有些人认为 这种竹框发酵的温度 达不到这种传统的大堆发酵的温度 甚至也有一些人觉得 这个竹框发酵脱离了地面 缺少了地气 我觉得这两种不同的发酵方式 都有它们各自存在的价值 以及各自的优缺点 但是不能因为它这种不同的发酵方式 而作为噱头去欺骗消费者 现在也有一种所谓的小堆发酵 就是说凹三十公斤五十公斤的原料 都可以用来发酵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种发酵方式是非常不成熟的 因为它的产业量小 达不到发酵的温度 以及一些微生物产生的条件 所以我觉得不能盲目的去追求这种发酵方式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